赖清德上台以来 一面挑衅大陆升高两岸紧张局势 一面大搞所谓全社会防卫任性 台房屋部门表示 已经与各部门检讨 战略物资囤储 粮食多元自主等议题 台农业部门书面报告则表示 除保证稻米库存 不得低于三个月存量 也会投入农地复耕 并辅导农地优先种植 地瓜 大豆及短期蔬菜等应急作物 台房屋部门书面报告指出 台所谓防务动员单位 2022年成立后 已经建立同各部门 定期联合办公的作业机制 包括检讨战略物资囤储 粮食多元自主 通讯备源任性 及医疗量能整备等议题 能源的部分 台湾地区石油及天然气等能源 多仰赖进口 台经济部门已规划增建储存设备 分散运补地点 及加强调度弹性等措施 透过分散 强固及防卫等作为 强化电网韧性 也针对水资源的备占需求 实施扩充 以增进紧急供水调度能力 我们不可否认 最弱的当然就是我们的 天然气的一个进口 三个天然气接触站 能够顺利地完成的话 我们大概法定的存量 大概到达14天以上 如果说真的是在非常极端的状况 我规划就是有一些 已经除疫的煤的电厂 可能会变成一些专业的紧急备用的机组 台农业部门书面报告指出 到今年9月为止 岛内工粮糙米库库存 可供给至少7个月使用 蔬菜可全年自主供应无余 禽畜肉类库存及供应量 也可维持供应一年以上 同时台农业部门表示 将规划调整 农鱼续产品生产计划 积极投入农地复耕 并优先种植杂粮如地瓜 大豆及短期蔬菜 增加临时屠宰或分阶段淘汰 饲料效率低落的勤处 扩大杂食性水产养殖等 针对相关议题 台立法机构23号邀请台防务部门 台安全部门及台农业部门等 做专案报告 显示岛内对于台独 引发大陆封锁台湾的问题 忧心忡忡 但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 当天却妄图拿所谓国际法和国际支持 来当挡箭牌 声称大陆如果要封锁台湾 按照国际法 需禁止他国基建进入化石范围内 而台海的运输产值 约2.45万亿美元 占全球五分之一 国际不可能坐视不管 除了妄图拿国际社会当挡箭牌 民进党当局还不断试图将台湾民众 一起拖上台独的战车 台教育部门先前就针对高中生 发放战时青年扶勤同意书 造成家长学生恐慌 那请问一下你担不担心 两岸发生战争 担心 有一点 你呢 非常担心 非常担心 对 我不想能跑回啊 真的不愿意啊 只有绿色不搞台图 他就回答过来 那些政府走狗都跑了 我们怎么还在这里啊 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 22号召开记者会 国民党机民奈徐巧新在会中宣布 将提案修正 所谓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和民防法 包括删除 所谓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第15条 学校青年动员扶勤的字眼 徐巧新表示 因为民进党当局一直说民力不是民兵 那包括所谓全动法与民防法 都不应该出现战争与学生的字眼才对 这样才能确保不是上战场 请不要欺骗大家 这40万呢 是民力而不是民兵 也不要把我们的学生给放进来 徐巧新说 现在就是因为有所谓全动法与民防法 作为所谓法源依据 使得台教育部门可以发放青年扶勤同意书 台北市8万名高中生都有收到 最后只有约3700名学生回复同意 那我们觉得应该让高中生好好的 就学好好的读书 台湾现在少子化已经够严重了 保护最后的一点幼苗 如果现在政府都做不到 那这还算是一个人吗 不过民进党及民代则认为 来因此举是在所谓解除武装 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更是叫嚣 必须要有自我防卫的能力与决心 建构全社会防卫任性 抵御任何可能的紧急状况与重大灾害 更荒唐的是 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 副书记长张志伦还揭露 台内务部门新出版的战术紧急生患救护训练手册 谈的不是消防救灾而是战争 以及鼓动所谓歼灭对手 民进党当局要组织的40万民力 未来也会接受战术紧急伤患救护训练 可见赖清德就是在做所谓全民皆兵 感谢观看